有一套圣经讲解有深度又实用的茶经教材介绍给你 它有一个在中东地区圣经历史实际发生实地拍摄的教学影片 和一个经文解说深入浅出 还有讨论问题的研习手册 有这两样元素它能帮助你的团契小组茶经 经历学习圣经深入重点 又轻松活泼的体验 那如何使用这一套教材呢 其实非常简单 只有三个步骤 第一就是暖身预备 唱完诗歌之后 我们可以借着一个特别设计的游戏 或者是引言讨论的问题 让弟兄姐妹在游戏和问题思考当中 就先体会到这一堂课 我们学习经文的重点 之后带领的人可以带大家做一个祷告 然后就进入经文学习 也就是第二个单元 我们打开圣经来研读经文 之后带领的人可以用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把手册里面所做的经文解说 给大家做一个摘要的重点叙述 然后观看影片 接着就带领大家进入问题的讨论 问题的讨论也是由浅入深 有让大家很容易回答的填充式的问题 也有让大家在经文里面 就可以很容易找到答案的经文 学习的问题 当然读圣经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身体力行 因此生活经验的讨论分享 也成为这一本手册的一个特色 在这个之后就是最后第三个单元 综合总结 就由当天带领茶经的团员做一个总结之后 大家彼此祷告祝福 那么这样就可以顺利地完成每一次的茶经活动 所以就这样轻松的一二三三个步骤 就可以让你的团契茶经活泼轻松有深度 因为有了手册有了影片 让你在预备茶经的时候能够从容地预备 让你在带领的时候能够经历神的同在 用这一套过种国际事工的教材 祝福你的团契 祝福你的小组 每天经历神